你怎么减的 你本来很肥耶 那个真的 这需要毅力 但是 还蛮伤身的 进食 令女人减肥 就是因为没有女人跟我接触 女人要理他啊 人家来讲也是一个一个 很大的原动力 对没有女孩子理他 我们出去骑车出去夜游啊 干嘛一票男生 都后面都在妹 只有他后面是开车 可是他受的太大的刺激了 而且那时候就是有流行的小韦式牌 小韦式 大家那种比较趴的骑小韦式牌 我也想买一台但是不够力 对啊每次 那个推发二手车要推发的话 我跑一半我就累了 对啊 也想要打球想要转型 两个这个事情让我很大的原动力 决心 决心下进决心我一天只吃一颗苹果 连续三个月吧 然后我从120公斤剪到90到95之间 然后我们就是少年法庭 真的喔 我们五个六个就被靠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 这么严重啊 然后靠的时候 然后因为还没满18岁 监护也要站后面 所有家长站后面 他爸站后面 因为我爸过世了 然后我爷爷站后面 然后他法官要宣判的时候 就先问说 陈爷爷我现在要宣判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爸不在 我一直很内疚 因为我其实不是想打 你知道吗 就是朋友上去 跟着不上的话 到时候我就被骂 对那一定 一定会这样 然后我爷爷就流眼泪 哎呀 就说我爸很早过世 然后是他没有教好 他希望法官重新量行 就是让他带回去好好交标 那讲下去才得了 对 他就拜托 他说我可以跟你下跪 就讲那种 然后我在前面已经哭了半死了 爷爷也哭 然后哭完以后 好 那刘伯伯 你有没有什么话来讲 他爸讲说 然后我爷爷也哭半天 然后一讲该判就半天 他哭腔了 中暖才懂事 我刚才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付出算是那种 比较严厉那种 你做错就是做错 就牛脾气就对 牛脾气 一讲这个全部有没有 你就看前面五个 黃金五宝 对然后他爸就说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也不要轻判这样 也不要轻判 对啊 因为他爸很严格 从小对我们也很严格 你们背叛带回去保护管束 我们保护管束 他实在太不尊重 这个篮球这家运动 没有团队纪律 我从来没看到 我一个球员可以这样 尤其是我们学长的那种感觉 我们那天 那个傅达人当教练 然后在台中 然后他那天还穿牛仔裤 对不对 然后穿那种New Balance 还不是那种篮球鞋 然后去的时候 照理讲大家都要达到 然后准备要换那个 他说妥中康的时候 那个傅达人的讲说 诶 那个妥中康呢 换他上场了 旁边人家 不知道现在他去逛中游百破 他觉得没他的事 没有 第一次不要瞪道是怎么样 你知道 你们都在打 那我又穿那个跑鞋 就很丢脸 大家都穿篮球鞋 我穿跑鞋 不要上场好了 那我趁你们都在打 好像没什么事 我就把我的牛仔裤拿出来 正在换 真的 他说 那个谁太累了 那 你看我 就差一半这样 真的 然后还说 教练 还需要我吗 完全不理我 给我算 给我算 而且他后来想叫你的时候 以为你真的改过自信 然后 场中穿牛仔裤 然后后来就去说 他要去中游百货逛街 然后教练就想说 通常怎么样这样 大家是坐同一台车来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 端独行动什么的 不过副教练也是很气 也是 算是急了一点 然后后来他叫暂停 暂停下来摆了一摆 然后上去打 打差不多十秒二十秒的时候 又叫一个暂停 我想 走那么快 那是友谊赛不用那么紧张 我下来之后 他说 你会报告一下 我三点的飞机 我先走了 他先讲我了 他先讲你 然后我就叫人家 会不会太讽刺了 你刚骂康哥 你现在说 三点的飞机要赶飞机要走了 其他的张若君顶一顶